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我们律所的I485和移民签证服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到客户询问,经常问到,你们办不办这个业务啊? 你们收多少钱啊? 好多时候呢,就只问到这一点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对客户讲到,当然这个我们有标准的收费 但是除此以外呢,有的时候也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 另外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个人关心的呢,说你除了收费以外呢 更多应该关心服务内容,就像找医生一样,对吧 选择医生说,哎呀,我要治高血压,糖尿病,说医生会收多少钱 显然这不是个人关注的主要的问题 你需要关注的呢,是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 那我们在这里呢,先总结一下 我们律所提供的I485和移民签证服务有什么不一样呢? 几方面,第一,我们的服务内容更全面 在你在移民局办公室或者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面谈以前 我们可以帮助你来准备提供Malk Interview这样的服务 和申请人有详细的讨论 帮助申请人更好的来通过 第一,服务内容 第二呢,我们有专业的水平能力 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讲 第三,有丰富的经验 服务内容专业程度和丰富经验 服务内容呢,那我们包括为申请人准备 比如说I485、765、131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表格 然后呢,所有的Supporting的材料 如果移民局有RFE、NOID要求补充材料 我们可以帮助申请人相应的来准备 还有呢,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可以帮助申请人做这个Malk Interview 相应来准备这个面谈 如果申请人个人的背景 有什么复杂的情况 可以帮助申请人准备Statement 或者提供建议 解答问题 不另外收费 关于专业程度呢 我们律所到现在已经有14年以上的经验 从那以前也曾经帮助很多申请人 准备各类的绿卡申请 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 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专业的能力 通过职业移民 以及亲属移民 取得绿卡的亲身经历 都有美国和中国知名院校的学历 专业的水平 我们这些方面呢 都是我们的专业能力的证据 还有呢,就是经验 像前面提到 我们律所已经有十几年的专业经验 我们已经帮助几千位来自中国的各类申请人 取得了S85和移民签证的批准 所以我们也处理过种种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没有出生证明 办不下来 有的人说 我的申请原来提交了 但是被拒了 有的人说 我原来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后来才想起来 这个呢 我们都曾经处理过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有第一次申请的 也有收到了RFE NOID的 也有被拒以后重新提交的 所以呢 总之这三方面吧 那么总结起来 应该是我们为客户服务的 特殊的高效的优质的地方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就是我们律所提供的 S85和移民签证服务 有什么不一样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然后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